记者陈彦亭屏东报道,台铁从芳寮到台东的南回县是环台铁路中唯一未电气化的路段,铁路改建工程局,简称铁工局,目前正进行电气化工程,但起初净规划平交道改为公路高架,引发反弹,经过地方政府明代争取交通部长赫辰戴宇诺支持县府芳寮火车站大平台的可行性评估。 芳寮车站南北方各约600公尺的两个平交道,车流量都很大,且火车进出站速度慢,车辆停等长回堵数百公尺,加上附近铁轨条过低,长造成道灌烟水,前天还发生铁轨外电杆遭货车勾断,导致火车停止。 不过,铁工局起初竟要采工路高架化,期盼铁路高架化的地方不仅批评走回头路,铁轨寒洞与计变数宏道。 县府速度向铁工局建议电气化中包含部分路段高架方案,但铁工局都已会延档电气化工程回绝。 不会走回公路高架的旧路,县府城乡处说,速度反应后,电气化工程应不会再企图高架公路,踩拉高铁轨路及50公分防范烟水。 日前交通部长贺陈淡考察时也承诺,将支持方辽火车站大平台计划的可行性评估。 停滞已久的脚步终于踏出下一步。 官员指出,方辽站每年有70万人次进出,经整合名义,希望能从南北共六个平交道的站区高架化,来改善平交道平景可配合恒川观光铁。 到的预算是左,地方政府还可取得停车场、转运站等公社用地,下方空间则能滑涉商业区,一柱铁改工程经费。